五报头条持续带你来关心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进入到了第九天 特首梁振营前晚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抗争的群众要在今天上班上课前来撤离 尽管面临了清场威胁 昨天晚上2万多人还是展现了团结和自治 固守金中等阵地所幸没有发生警方的清场冲突 我们香港团队持续守在了现场 今天上午情况是如何 马上连线到张明竹为我们带来最新说明 明竹 今天上午上班时间学生开放了从海服中心通往 到政府总部的这一块通道区域 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大概是有三米宽 然后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 大概上下班的时间都会维持畅通 让郑总的公务人员可以顺利地完成 他们上下班交通的路线 不过我们可以发觉到今天上午 其实在京中的广场前面的集会人数 很明显地减少了许多 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今天就是正常的上班日 很多人呢可能今天就要回到工作坎会去工作 还有一个经过了八天来的这样子长期的一个集会 很多民众可能也都有一些疲累了 那么必须要回去做一些替换跟休息 虽然现场集会的学生人数变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留守在这边的学生同学 还是很主动地来维护现场的环境 那么帮忙清理这里的垃圾 在政府总部外下壳道上也看到了这个象征性的一个装置艺术 那么一个由木片组成的人撑着一把小黄伞 那么黄色也是这一次象征着和平非暴力的一个颜色表示 我们也观察到其实经过了昨晚 从9月30号到昨天晚上 应该经历了三波 外界一直认为有可能港府会采取清场动作的一个 算是关键的夜晚 也就是说目前整个香港政府的态度呢 感觉上好像一方面要释出和学生对话 但一方面其实也还没有真正取得任何的进展 所以感觉上是有些拖延的 那么媒体也就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现象会持续多长一段时间呢 大家也都在琢磨 接下来要在香港这个地方继续的驻守多久 那么关切这个事件的发展 以上是今天的最新情况 新唐亚太电视来自香港现场的报道